第二題,錐形瓶中曾有0.5大胺氰氧化鈉水溶液50毫升 若在錐形瓶中逐漸低入0.5大胺鹽酸100毫升 则有關燒杯中PH變化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確 我们晓得原来装的是氰氧化鈉也就是碱性 PH值要比较大 往里面逐漸低酸之后酸碱中和 那么它的碱性就会减少 酸性就会越来越多 那么也就会PH值就会变得比较小 因此第二题问我们说 有关燒杯中PH变化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 见解